小王子第一章 我把他画了下来 书里写着 大蟒蛇把猎物整个吞下 嚼都不嚼 然后他动弹不了 他得睡上整整六个月 才能消化肚子里的东西 对原始森林的探险 我当时想得很多 于是我也用一支彩色铅笔 画出我的第一章画 画作第一号就像这样 我把我的杰作拿给大人们看 问他们 我的画是不是让你们很害怕 他们回答 一顶帽子有什么好怕的 可我画的不是帽子呀 我画的是一条大蟒蛇 正在消化一头大象 于是我把大蟒蛇的肚子里 也画了出来 好让大人们看个明白 大人们老是要人解释 这是画作第二号 大人们劝我不要再画大蟒蛇了 还是专心学地理 历史 算术和语法吧 就这样 我六岁时放弃了画家生涯 画作第一号 和第一号的挫折 让我泄了气 大人们自己什么也弄不懂 却要孩子们一遍一遍地解释 真的很累人 我只好另选职业 我学会了驾驶飞机 世界各地我差不多都去过了 的确地理对我很有用 只要看一眼 我就能认出 哪里是中国 哪里是亚利桑那 如果在夜里迷航了 这很管用 在我的生活中 我和很多严肃的人 打过很多的交道 在大人们中 我经历了很多 我究竟观察他们 不过 我对他们的印象 没有多大改变 碰到稍微聪明一点的大人 我会拿出 我一直保存着的 画作第一号给他看 我想知道 他能不能看懂 但大人总是这么回答我 这是一顶帽子 所以我就懒得跟他说 大蟒蛇 原始森林 或者星星了 我只好说一些 他能懂的事情 我就会跟他聊 大乔 高尔夫球 政治 或是领带 这个时候 大人们就很满意了 觉得认识了一个正常人 第二章 我孤独的生活着 没有一个人真正谈得来 直到有一次 六年前 飞机出了问题 故障了 在撒哈拉大沙漠 引擎里面 有什么东西弄碎了 身边没有机械师 也没有乘客 我只好自己来做这个 复杂棘手的修理 这对我来说是生死大事 我带的水 只够喝八天 第一天晚上 我就睡在大沙漠里 千里之内 都没有任何人 我孤零零的 比大海中央 飘在船板上的海难者 还要孤零零 因此 黎明时 当一个奇怪的小小声音 唤醒我时 你们可以想象 我是多么吃惊 他说 请你帮我画一只棉羊吧 什么 我猛然地跳了起来 像被雷击中一样 我拼命地揉着眼睛 仔细看了看 一个非常惊奇的小小孩 正认真地看着我 后来 我给他画了一幅最棒的画像 当然 他本人比画像要可爱多了 这不能怪我 六岁那年 大人们让我很失望 我已经放弃了画家生涯 除了大蟒蛇之外 我再也没有画过什么了 我灯大眼睛 吃惊地看着他 别忘了 我可是在荒芜人艳的地方 但这个小孩 既不像迷了路 也没有饿得要命 渴得要命 怕得发抖的样子 他的表情 一点也不像在 荒芜人艳的大沙漠里 迷了路的一个孩子 我终于能说话了 我就问他 不过 你在这里干嘛 他又说了一遍 声音很轻柔 好像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请你帮我画一只棉羊吧 当神秘的力量太强大时 我们是不敢违抗的 真不可思议 在这个地方荒芜人艳 连生命都有危险了 我还是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纸 和一支钢笔 但是我想起来了 我只学过地理 历史 算术 和语法 于是我对小家伙说 我不会画画 他回答我 没关系 帮我画一只棉羊吧 我从来没画过棉羊 我就给他画了 我以前画过的 两张画中的其中一张 从外头看的大蟒蛇 小家伙的话 让我很惊讶 不不 我不要大蟒蛇 褥子里的大象 大蟒蛇很危险 大象太大了 我的家很小 我要一只棉羊 帮我画一只棉羊吧 于是我再画了一张 他仔细地看着那张画 又说 不 这只羊生病了 再画一只吧 于是我又画了另外一张 我的朋友看了 微笑着 你看 它不是棉羊 它是公羊 它有脚 于是我又再画了另外一张 就像前面几张一样 这一张也被拒绝了 这只羊太老了 我要一只能活很久的棉羊 我已经失去了耐心 因为我急着要把引擎拆下来 于是我乱画了一张 我随口说 这只是一个箱子 你的棉羊在里面 我惊讶地看到 我的这位小法官的脸上 顿时放出光来 这个就是我要的 你说这只棉羊要吃很多草吗 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的家很小很小 好了好了 我跟你画的棉羊够小了 他低头看着那幅画 他不算小 诶 他睡着了 就这样 我认识了小王子 第三章 我花了好长的时间 才弄清楚 他是从哪里来的 小王子问了我好多问题 但对于我问他的问题 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但他偶尔会说一些事情 让我开始一点一点地了解了他 比如说 第一次看到我的飞机时 他问我 这是什么东西呀 他不是什么东西 他会飞 他是一架飞机 我的飞机 我很骄傲地让他了解到我会开飞机 于是他大喊 什么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啊 我谦虚地回答 哦 真好玩 小王子发出可爱的笑声 但他的笑声激怒了我 我希望别人能认真看待我的不幸 他接着说 所以你也是从天上来的 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他的出现是那么的神秘 而在那一刻 我看见了一丝光芒 于是我突然问他 你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吗 他没有回答 一边看着我的飞机 一边微微点头说 也是 坐着这台飞机 你不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他 曾经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段时间 然后 从孔带里拿出我画给他的羊 他看着他的宝贝 看到入神 你可以想象 这个关于别的星球的话题 引起我多大的好奇心 因此 我努力的想要知道更多 我的小家伙 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你要把我的羊带到哪里去 他沉思了一下 然后回答说 你给我的那个箱子 真的很棒 晚上的时候 可以把它当成小羊的房子 当然 如果你乖的话 我还可以给你一条绳子和木棍 白天你可以把绵羊拴起来 这个建议好像让小王子吓了一跳 把绵羊拴起来 这样太奇怪了 如果你不把他拴起来 他会到处乱跑呀 还会不见 我的朋友笑了起来 你觉得他会跑到哪去呀 哪里都可以 一直往前跑 小王子非常认真的说 那没关系 我住的地方什么都很小 他又说了一句 带着一点忧伤 一直往前跑 也跑不了多远 第四章 就这样 我又知道另一件重要的事情 小王子所住的那个星球 其实跟一栋房子差不多大 不过我不怎么惊讶 我知道除了那些有名字的大行星 像地球 木星 火星 金星 还有好几百颗又望远镜 也很难看到的小行星 如果天文学家发现一颗小行星 他不会给它取名字 只会给它编一个号码 例如说 他可能会叫它 325号小行星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小王子来自的星球是 B62小行星 只有一位土耳其天文学家 在1909年 用望远镜看到这颗小行星 就这么一次而已 当时在国际天文学会议上 他盛大地展示了这个大发现 可是他穿着土耳其民族服装 所以没有人相信他说的 大了门就是这样 幸好 为了B62小行星的名誉 当时土耳其的一位独裁者 下了一道法令 土耳其人民必须改穿欧式服装 否则除以死刑 1920年 这位土耳其天文学家 穿着一身非常漂亮优雅的西装 重新发表他的报告 这一次 大家都相信他的发现了 为什么我要把 这个小行星的所有细节 和他的号码告诉你们呢 这是因为大人的关系 当你跟一个大人说 你交了一个朋友 他们问你的问题都不是重点 他们从来不会问你 他声音听起来怎么样 他喜欢玩什么游戏 他收不收集蝴蝶标本 他们反而会问 他几岁 家里有多少兄弟 体重多重 他爸爸赚多少钱 他们认为 从这些数字才能了解一个人 要是你对大人们说 我看到一栋用玫瑰色的红砖盖成的漂亮房子 窗户上有天竹葵 屋顶上还有鸽子 这样说 他们根本想不出来这房子是什么样子 你必须对他们说 我看见一栋价值两万美元的房子 这样一来 他们就会惊呼 哇 好美的房子啊 同样的 要是你跟他们说 小王子真的存在 证据是 他很可爱 他很爱笑 他想要一只羊 有人想要一只羊 这就可以证明这个人真的存在 他们听了一定会怂怂间 帮你当成小孩子看 但是如果你跟他们说 他来自B62星球 他们就会被说服了 也不会再来烦你了 他们就是这样 不要因此跟他们作对 小孩子应该对大人很宽容 当然对我们这些懂生活的人来说 数字一点也不重要 我本来想用童话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 我本来想说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王子 住在一个比他的身体大不了多少的小行星上 对于那些了解生活的人来说 这样听起来更真实 我不想要别人抱着随便的态度来读我的书 我是很悲伤地写下这些回忆 我的朋友已经带着他的羊离开六年了 我会在这里说着他的故事 是为了不忘掉他 把一个朋友忘掉是很悲伤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朋友 如果我把他忘了 我可能会变成那些只对数字感兴趣的大人一样 正因为这样 我买了一盒颜料和几支铅笔 在我这个年纪 再开始画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自从我六岁那年画了两张大蟒蛇的画作之后 我就再也没画过任何一张画 我会尽力于画得像他本人 但我不是很有把握我能不能成功 画一张还可以 再画一张就不像了 我把小王子的身高画错了 不是画得太高 就是画得太矮 我也不太确定他衣服的颜色是什么 所以我边画边修 不好也不坏 但我想是还可以的 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节 我可能也搞错了 这点不是我的错 我的朋友从来没跟我解释任何东西 他可能觉得我跟他很像吧 可是 唉 我不知道怎么看出箱子里的绵羊 也许我有点像那些大人了吧 我一定是老了 每一天我都能从我们的对话中 了解到一些关于小王子的星球 他为什么离开 还有他的旅程等等的事情 这些资讯都是他偶然中 慢慢地透露出来的 第三天我听到了关于猴面包树的悲剧 这一次也是多亏了那只绵羊 因为小王子突然好像很怀疑地问我 绵羊吃小灌木 这是真的 对吧 是啊 是真的 啊 我好高兴 我不明白绵羊吃灌木这件事 为什么这么重要 可是小王子又问 那他们也吃猴面包树吗 我告诉小王子 猴面包树不是灌木 而是像城堡那么大的大树 就算他带回一群大象 他们也吃不完一棵猴面包树 一群大象的说法让小王子笑了起来 他说 我们得把大象一只一只地叠起来 不过他充讳地说了一句 猴面包树在长这么大之前 原本也是很小的 没错 可是为什么你希望 绵羊吃猴面包树呢 他立刻回答我 哦 你知道的 好像这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一个人花了很大的心思 就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其实据我所知 小王子住的星球和所有其他星球一样 有好的植物也有坏的植物 因此也就有好植物的种子和坏植物的种子 但是种子是看不见的 它们在泥土黑暗的深处沉睡着 直到其中一颗种子突然想要醒过来 它朝着太阳伸展 却深深地长出一颗可爱的小嫩芽 如果它是萝卜或是玫瑰的嫩芽 我们就让它自由自在地生长 如果是不好的植物 我们一旦辨认出来 就得立刻把它拔掉 在小王子住的那颗星球上 就有一些可怕的种子 那就是猴面包树的种子 它危害到星球的土壤了 一颗猴面包树 如果我们太晚动手 就会永远摆脱不了它 它会长满整个星球 它的根能刺穿星球 如果这颗星球本来就很小 猴面包树又太多 整颗星球就会被弄碎 这是纪律的问题 小王子后来跟我解释 当你早上梳洗完毕后 就要仔细给你的星球梳洗 你必须要记得定时去拔掉猴面包树 它们小的时候跟玫瑰幼苗差不多 一旦可以区别的时候 就要把它拔掉 这工作很无聊 小王子补充 可是很简单 有一天他对我说 你应该画一张很美的画 这样你的星球的小孩 就能看到它长什么样子 如果有一天它们去旅行 那对它们会很有帮助 它告诉我 有时候把一项工作 拖到隔天再做 也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是关于猴面包树的工作 那就惨了 我知道有一颗行星上 住着一个染人 还忽略了三颗小灌木 凭着小王子的描述 我画下了这颗星球 我不太喜欢用说教的口气 跟别人说话 但是大家对于 红面包树的危险 知道的太少了 就想到在某一颗小行星上 迷路的某个人 可能会碰到灾难 这一次我打破了惯例 我说 孩子们 小心红面包树 我是为了像我这样 没碰过 也不知道这些危险的朋友们 才这么认真画好这张画 为了提醒大家 画这张画 再怎么麻烦也值得 也许你们会问 为什么这本书的其他画 都没有像 红面包树这张 那么壮观呢 答案很简单 我试过了 但没有成功 我画红面包树的时候 迫切的需求 激发了我的能力 第六章 哦 小王子 慢慢地 我终于明白了 你忧伤的秘密 很长一段时间 你唯一的乐趣 就是静静地欣赏日落 这个秘密 我是第四天早上发现的 你对我说 我很喜欢日落 走吧 我们去看夕阳 可是我们要等一下 我说 等什么 等太阳下山的时候啊 你看起来很惊讶 接着就笑了起来 你告诉我 我一直以为我在我家 的确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中午 是法国日落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在一分钟内 飞到法国 就可以看到夕阳了 可惜 法国太远了 但在小王子的那颗星球上 你只要把你的椅子 往旁边挪动几步 就行了 你想什么时候看夕阳 都可以看到 有一天我看了四十四次日落 小王子说 过了一会儿 你又说 你知道 当一个人很悲伤的时候 喜欢看夕阳 那你看了四十四次日落的那天 是不是很悲伤 我问他 但是小王子没有回答我 第七章 第五天也是多亏了绵羊 我发现了小王子生命中的 另一个秘密 好像自己默默地思考了很久以后 得出了一个问题 他很突然地问我 如果羊吃小怪木 那他也吃花吗 羊找到什么就吃什么 我回答 你有刺的花也吃吗 对 有刺的花也吃 那那些刺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 我那时正忙着拆引擎上 拧得太紧的一颗螺丝钉 我心里很担心 因为我发现飞机的故障很严重 更糟的是 我带的水也快喝完了 那些刺到底有什么用 小王子一旦问了问题 就会抓着不放 我被那颗螺丝钉搞得很生气 我就随口回答 刺一点用都没有 花的刺只是恶意 哦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又忽然很不满地说 我不相信你 花很脆弱 很天真 他们尽可能地保护自己 他们认为自己身上的刺很吓人 我没有回答 那时我正想 如果这颗螺丝钉再不转动的话 我就用锤子敲掉它 小王子又来干扰我的思绪 你真的认为那些花 哦 不 我什么都不相信 我只是想到什么就回答你而已 你没看到我正在忙要紧的事吗 他震惊地看着我 要紧的事 他看我手里拿着锤子 手指沾满了黑黑的油污 俯身在一个他觉得很丑的东西上 你说话就跟那些大人一样 这句话让我有些羞愧 他又继续无情地说着 你什么都分不清楚 你乱七八糟 他真的很生气 摇动着脑袋 金色的头发 随风飘着 我知道一颗星球 上面住着一位红脸先生 他从来没闻过一朵花 他从来没看过一颗星星 他从来没爱过一个人 除了算术以外 他什么都没做过 他和你一样 整天只会重复 我有要紧事要做 我有要紧事要做 这让他很自傲 可是他根本不是人 他是个蘑菇 是个什么 蘑菇 小王子气得脸色发白 几百年来 花都带着刺 同样的 几百年来 绵羊也吃着花 却搞清楚 为什么要辛辛苦苦 长这些没用的刺 难道不是要紧事吗 绵羊和花之间的战争 难道就不重要吗 难道这不比 红脸先生的算术更要紧吗 如果我知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朵花 只有在我的星球才有 但某一天早上 他可能会被一只 绵羊搞不清楚状况的一口吃掉 你觉得这不重要吗 他的脸变红了 接着说 如果一个人爱上了在这一万颗星星中 独一无二的一朵花 那么他只要看着星星就会很快乐 他会告诉自己 我的花就在那边 但是如果羊吃掉了这朵花 这对他来说 就像所有的星星全都熄灭了一样 你觉得这不重要吗 小王子开始哭泣 哭到说不下去了 天色已经黑了 我丢下手里的工具 锤子 螺丝钉 饥渴 和死亡 我全都抛在脑后了 在一颗星星 一颗星球 在地球上 有一个小王子 需要安慰 我把他抱在怀里 轻轻地摇晃 我对他说 你爱的那朵花没有危险 我会给你的羊 画一个嘴套 我给你的花 画一个栅栏 我会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觉得自己很尴尬 又很笨拙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打动他 才能再进入他的世界 眼泪的世界 是多么神秘啊 第八章 很快的 我对小王子的这朵画 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画一直是很简单的 它们只有一圈花瓣 它们不占空间 不打扰别人 在早晨 它们会在草地上出现 到了晚上 就静静地凋谢 但是有一天 不知从哪里飘来一颗种子 一种新的花 小王子仔细地看着这棵幼苗 它和星球上的其他幼苗都不一样 它说不定是一种新的红面爆树 可是这棵幼苗很快就不长了 它准备要开花了 小王子看到它长出一个很大的花蕾 小王子感觉到它会出现某种奇迹 这朵花却躲在它的绿色花房里 不停地装扮着 让自己更美丽 它细心挑选自己的颜色 慢慢地打扮 一片一片地调整花瓣 它不希望像樱树花那样 一出来就全身皱巴巴的 它只想要在美丽耀眼的时候出现 是的 它很爱漂亮 它又持续了好几天神秘地打扮着 然后在某个早晨 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它忽然出现了 它在精心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后 打着哈欠说 啊 我刚睡醒 请原谅我的头发还是乱乱的 小王子无法抑制它的爱慕说 哦 你好美啊 是吧 花儿甜甜地回应 我是和太阳同时诞生的 小王子看得出来这朵花不是很谦虚 不过它的确没力动人 我想该是吃早餐的时候了 它随后又说 请你记得我需要 小王子感到不好意思 于是就找了一壶新量的水 来给花儿浇水 就这样 这朵花开始用它那有点难搞的虚荣心 折磨着小王子 比如说有一天说到它的四根刺石 他告诉小王子 让老虎张着爪子来吧 小王子反驳 我的星球上没有老虎 老虎又不吃草 我又不是草 花儿轻声地说 对不起 我一点都不怕老虎 但我怕风吹 你有没有平风呢 怕风吹啊 对植物来说真是不幸啊 小王子对自己说 这朵花还真是复杂 晚上我要你把我放在玻璃罩里 你这个地方很冷 我来自的那个地方 它自己停了下来 它来的时候是一颗种子 那我看过别的世界 被发现自己说了那么幼稚的话 于是它就咳了两三声 想把错推到小王子身上 平风呢 我刚刚正要去拿 你就跟我说话 这时它故意咳得更大声 好让小王子感到自责 尽管小王子真心诚意爱着这朵花 但这样一来 它开始对它产生怀疑了 小王子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看得太认真了 所以让他自己很不快乐 有一天 他对我说 我不该听他的话的 一个人绝对不该听花儿的话 只要看看他们 闻他们的香气就好 我的花 让我的心求充满香气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享受 它给我的美好 关于老虎爪子的事 应该让我的心更温柔和同情的 可是却让我觉得不安 它继续透露 事实上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明白任何事情 我应该根据它的行为 而不是根据它的话来判断 它让我的世界充满了芬芳和光芒 我不该离开它的 我应该要看出 它耍的那些小花招后面 所隐藏的感情 花是那么的多变 我那时太年轻 还不懂得如何爱它 第九章 我认为它的逃离 是受到了一群候鸟的帮忙 出发那天早上 它整理好它的心球 它仔细打扫了火火山 它拥有两座火火山 加了早餐的时候很方便 它还有一座死火山 不过它说 谁知道呢 所以它把死火山也打扫干净 如果有好好打扫 火山会缓慢而稳定地燃烧 就不会喷发 火山爆发就像烟囱冒火一样 在我们的地球上 我们实在太小了 没办法去打扫火山 这就是为什么火山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 小王子还有些赶伤地拔掉了最后几棵猴面包树的幼苗 它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想回来了 但那天早上 这些熟悉的事情对它来说变得很珍贵 当它最后一次为那朵花浇水 准备给它照上玻璃照时 它发现自己快哭了 再见 它对话说 但是花没有回答它 再见了 它又说了一遍 花渴了一下 但不是因为着凉 花最后对它说 我一直以来都太傻了 请原谅我 你一定要快乐起来 小王子很惊讶 花竟然没有责怪它 它愣在那里 手里拿着玻璃照悬在半空中 它无法理解这份宁静的甜蜜 我当然爱你 花对它说 你一直都不知道 这是我的错 这些都不重要 不过你 你也和我一样傻 要快乐哦 别管玻璃照了 我再也不需要它了 可是风 我的感冒没那么严重 夜间的凉风对我来说是好的 我是一朵花 可是那些动物 如果我想和蝴蝶交朋友 我就得忍受两三只毛毛虫 蝴蝶看起来很美 除了它们 还有谁会来找我呢 你就要离开了 至于那些大型动物 我一点也不怕 我有我的爪子 它天真地把四根刺露出来 然后接着说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你已经决定要走了 快走 它不希望小王子看到它流泪 它是一朵非常骄傲的花 第十章 它来到了小行星325 326 327 328 329 和330号附近 于是它开始拜访这些小行星 看看外面的世界来增广见吻 第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位国王 他身穿皇家紫色貂皮大衣 坐在一个简单却威严的宝座上 啊 来了一位臣民 看到小王子来了 国王惊呼着 小王子心想 他怎么会认得我 他从来没看过我呀 他不知道 对国王们来说 这个世界是很简单的 对他们来说 所有人都是臣民 国王说 靠近一点 让我看看你 国王感到很骄傲 他终于成为某个人的国王 小王子四处张望 想找个地方坐下 让整个星球的被国王那件 貂皮大衣塞满了 小王子只好直轻轻地站着 他觉得累了 所以打了个哈欠 在国王面前打哈欠 是有为理的 国王对他说 我禁止你这样做 我没办法 我停不下来 小王子非常尴尬地说 来的路途很长 我都没睡觉 国王说 那好吧 我命令你打哈欠 我好几年没看见别人打哈欠了 打哈欠对我很新奇 来吧再打一次哈欠 这是命令 这吓到我了 我打不出来了 小王子红着脸说 好吧好吧 国王说 那么 我命令你有时打哈欠 有时 国王喃喃自语 似乎不太高兴 基本上国王坚持自己的权威 应该受到尊重 他不能忍受不服从 他是绝对的君主 但因为他是个好人 他下的命令都很合理 他经常说 如果我命令一位将军变成一只海鸟 那哪位将军不服从 那不会是将军的错 那会是我的错 我能坐下吗 小王子却深深地问 我命令你坐下 国王回答他 庄严地拉了一下他的貂皮大衣 不过小王子感到好奇 这颗星球这么小 这位国王到底能统治什么 于是他问 陛下希望你不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命令你问我问题 国王连忙回答 陛下您统治些什么 一切 国王简单地回答 一切 国王做了个手势 表示他的星球和其他星球 还有所有星球 统治这全部 小王子问 我统治这全部 国王回答 他不只是一个绝对的君主 也是全面的 星星也服从您吗 当然 国王告诉他 他们立刻服从 我不允许不守纪律 这么大的权力 让小王子惊叹不已 如果他有那么大的权力 那他在一天之内 不只可以看44次弱日 可以看72次 甚至100次200次 而且还不够挪动椅子 小王子想起了那颗 被他抛弃的星球 觉得有点难过 于是他鼓起勇气 向国王提出一个请求 我很想看日落 帮我个忙吧 命令太阳落下 如果我命令一位将军 像蝴蝶一样 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 或者写一出悲剧 或者变成一只海鸟 而这位将军没有执行我的命令 这是谁的错 是他的错 还是我 您的错 小王子肯定地回答 没错 不可以强人所难 国王说 权威必须建立在道理之上 如果你命令你的子民去跳海 他们会造反的 我有权要求别人服从 那是因为我的命令都很合理 那我的日落呢 别忘了 小王子一旦问了问题 就绝对不会忘记 你会看到你的弱日的 我能为你做到 但是要依照我的统治逻辑 我得等到条件成熟 那是什么时候 小王子问 嗯 国王开始翻起一本厚重的书 嗯 差不多 差不多会在今晚7点40分的时候出现 到时你就会知道 我的命令是如此被服从的 小王子打了一个哈欠 他为他错过的日落感到可惜 而且他已经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 我在这里没事可做了 他不对国王说 我应该要走了 不要走 国王回答 他很骄傲能拥有一个村民 不要走 我让你当部长 什么部长 司法部长 但这里没有人要审判啊 国王对他说 谁也没有办法知道 我还没巡视过我的王国 我太老了 这里又没有位置停放马车 走路又太累了 哦 但我已经看过了 小王子说 转身看了一眼星球的另一边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国王回答他 那你审判自己好了 这是最难的挑战 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要难得多 如果你能审判好自己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小王子说 好 可是我在哪里都能审判自己 我不需要住在这个星球 好吧好吧 国王说 我相信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鼠 晚上时我听到他的声音 你可以审判这只老老鼠 有时你可以判他死刑 这样他的命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不过你每次都要赦免他 他要被好好对待 我们这里只有他一只 小王子说 我才不要判死刑呢 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不 国王说 小王子下了决心要离开 但他不想伤老国王的心 他就说 如果陛下希望被服从的话 你应该对我下一个合理的命令 比如说 你可以命令我一分钟之内离开 我觉得时机对了 国王没有回答 小王子犹豫了一下 然后叹了口气离开了 我认命你做我的驻外大使 国王连忙大喊 他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 大人们好奇怪 小王子继续他的旅程 对着自己说 第二颗星球上 住着一位爱慕虚荣的人 啊 有个仰慕者来看我了 他大老远看到小王子走来 就大叫 对爱慕虚荣的人来说 所有人都是他的粉丝 小王子说 早安 你戴的帽子真奇怪 这帽子是用来回礼的 爱慕虚荣的人回答 有人为我欢呼时 我就举起帽子来回礼 可惜 从来没有人经过这里 啊 真的吗 小王子搞不懂他在说什么 请你拍手 爱慕虚荣的人对他说 小王子开始拍手 爱慕虚荣的人 举起他的帽子来表示回礼 这比刚才拜访那个国王好玩多了 小王子心想 然后又拍起手来 爱慕虚荣的人又举起帽子回礼 五分钟后 小王子开始玩腻了这个单调的游戏 要怎样才能让你把帽子放下来呢 但爱慕虚荣的人没听他说话 爱慕虚荣的人只听赞美的话 其他都听不进去 你真的很仰慕我吗 他问小王子 仰慕是什么意思 仰慕的意思就是你认为 我是这个星球上长得最帅 最会打扮 最有钱 也最聪明的人 可是这个星球上只有你一个人啊 你就行行好 仰慕我吧 我仰慕你 小王子怂怂见 说 不过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 小王子离开了 大人们真的很奇怪 小王子边走边想 下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 短暂的拜访 却让小王子陷入深深的忧伤 你在这里做什么 小王子问 酒鬼静静地坐在一堆空酒瓶 和一堆还没开的酒瓶面前 我在喝酒 酒鬼回答 带着忧愁 你为什么要喝酒 小王子 小王子问 已经开始同情他了 酒鬼低下了头说 忘掉我的羞耻 什么样的羞耻 小王子想帮助他 就继续问 酗酒的羞耻 酒鬼说完 就再也不开口了 于是 小王子困惑地离去了 大人们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小王子边走边想 第十三章 第四颗星球是一位商人的星球 这位商人太忙了 连小王子走到他面前 他也没抬起头来 早安 小王子说 你的烟席了 三加二等于五 五加七等于十二 十二加三等于十五 早安 十五加七等于二十二 二十二加六等于二十八 我没时间点烟 二十六加五等于三十一 哇 一共是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 两千七百三十一 五亿个什么 啊 你还在啊 五亿零一百万 我不记得了 我有太多事情了 我是个震惊人 我不会浪费时间闲聊 二加五等于七 五亿零一百万个什么 小王子又问 只要问了问题 小王子就不会放弃追问 商人抬起头来 我住在这个星球有五十四年了 我只被打扰过三次 第一次是二十二年前 一直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金龟子 发出很可怕的声音 害我算数算错了四次 第二次是在十一年前 风湿病发作 运动不够 我没时间偷懒 第三次 就是这次 我刚刚说到五亿零一百万 一百万个什么 商人发现 如果他再不回答 就不得安宁了 我们有时在天空中看到的那些小东西 苍蝇 不是 是会闪闪发亮的小东西 蜜蜂 不是 是会让懒惰的家伙 做白日梦的金色小东西 我可是个震惊人 没时间做白日梦 啊 你是说星星吗 对 就是星星 你拿这五一颗星星做什么 是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两千七百三十一颗星星 我是个震惊人 我很精确的 你拿这些星星做什么呢 我拿它们做什么 对啊 不做什么 我拥有它们 你拥有这些星星 是的 但是我见过一个国王 他 国王不拥有星星 他只是同志 这是两回事 你拥有这些星星有什么用 让我很有钱 很有钱有什么用呢 就可以买更多的星星 如果有人发现更多的话 小王子心想 这个人的想法有点像那个可怜的酒鬼 但是他继续问 一个人怎样才能拥有这些星星呢 你说星星是属于谁的 商人不耐烦地问他 我不知道 不属于任何人 它们属于我 因为是我最先想到的 是这样吗 当然 你发现一颗没有主人的钻石 它就是你的 你发现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岛 它就是你的 你最先想到一个点子 你申请专利 它就是你的 我拥有星星 因为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拥有它们 这倒是真的 小王子说 那你拿它们做什么呢 我管理它们 我反复计算它们 商人说 这很难 不过我可是个震惊人 小王子还是不满意 如果我拥有一条围巾 我可以把它围在脖子上 如果我拥有一朵花 我可以把它摘下来 但是你不能摘下星星啊 不能 但我可以把它们放进银行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可以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我的星星的树木 然后把这张纸锁进抽屉 就这样 这样就够了 很有趣 小王子想 有点失忆 但这不算震惊事 对于震惊事 小王子的看法和那些大人们很不一样 小王子继续说 我拥有一朵花 我每天给它浇水 我拥有三座火山 我每周会打扫一次 甚至那座石火山 我也会打扫 谁知道它会不会活起来呢 我拥有它们 对我的火山 对我的花来说 都是有用的 可是你对你的星星一点用也没有 商人张着嘴 无言以对 于是小王子走了 大人们真是不可思议啊 他边走边想 第十四章 第五颗星球很奇怪 它是所有星球中最小的 那里只聋得下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 小王子搞不明白 在天空的某个地方 没有房子也没有居民的一颗星球上 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有什么用呢 但他告诉自己 也许这个人很荒谬 但他没有比那个国王 爱慕虚荣的人 商人和那个酒鬼更荒谬 至少他的工作有一些意义 当他点亮路灯 就好像为一颗星星或一朵花 带来生命 当他洗掉路灯 让星星和花入睡 这是一个美好的职业 因为美好就真的有用 小王子来到那颗星球时 恭敬地向那位点灯人打招呼 早安 刚刚你为什么把路灯洗掉呢 这是规定 点灯人回答 早安 什么规定 把路灯洗掉的规定 晚安 然后他又点亮了路灯 那你为什么又把灯点亮了呢 这是规定 点灯人回答 我不懂 小王子说 点灯人说 没什么好懂的 规定就是规定 早安 他又把灯洗掉了 然后他拿出一条红格子的手帕 擦了擦耳头 这份工作真要命 以前还算合理 我早上洗灯 晚上点灯 白天起雨的时间我可以休息 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就睡觉 后来改规定了吗 规定没改 点灯人说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颗星球每年越转越快 规定却没改 然后呢 小王子问 然后他现在一分钟转一圈 搞得我连一秒休息时间都没有 我每分钟就得点亮一次 再洗掉一次 真好玩 你这里一天就只有一分钟啊 一点都不好玩 点灯人说 我们这样聊天就过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 是啊 三十分钟 三十天 晚安 还又重新点亮了灯 小王子看着他 很喜欢这位静中指手的点灯人 他想起自己以前挪动椅子去追寻日落 他想帮帮这个朋友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想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我很想休息 点灯人说 一个人是可以既忠诚又偷懒的 小王子接着说 你的星球这么小 三步就可以走完一圈 你只要慢慢走 就可以一直待在太阳下 想休息你就走 你想要白天多长就多长 这对我没什么好处 点灯人说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睡觉 那真不幸 小王子说 我真不幸 点灯人说 早安 他又把灯洗了 小王子继续他的旅程 心里想 这个人也许会被其他人 那个国王 爱莫虚荣的人 酒鬼 还有商人 瞧不起 但我觉得 在这些人之中 他是唯一不荒谬的 可能是因为 他不会只想着自己 他叹了口气 想 这个人是唯一可以和我做朋友的 但他的星球实在太小了 隆不下两个人 小王子没有承认的是 其实他舍不得离开这颗幸运的星球 因为每天可以看到 一千四百四十四次日落 第十五章 第六颗星球 比刚才那颗大十倍 上面住着一位老先生 写了很多像砖头一样厚的大书 哦 来了一位探险家 一看见小王子 他就大喊 小王子在书桌旁坐下 有点气喘吁吁 他已经走了很多很远了 你从哪里来 老先生问 这本厚厚的是什么书 小王子也问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地理学家 老先生说 什么是地理学家 就是一个知道哪里有海 有河 城市 山脉和沙漠的学者 这很有趣 小王子说 小王子说 终于遇到有一个人 有真正的职业了 于是他环顾着 为地理学家的星球 他从没见过 这么壮观的一个星球 你的星球很美 有海吗 我不知道 地理学家回答 啊 小王子很失望 那有山吗 我不知道 地理学家回答 那有城市 河 和沙漠吗 我也不知道 地理学家回答 不过你是地理学家耶 没错 地理学家说 但是我不是探险家 我非常需要一位探险家 地理学家的工作 不是去计算 城市 河 山脉 海洋 和沙漠的数量 地理学家太重要了 不能到处乱跑 他从来不离开办公室 但他会接见探险家 把他们的探险经过 记录下来 如果他对某位探险家的叙述感兴趣 就会请人去调查 那位探险家的人品 为什么 因为如果探险家说谎 会给地理书带来大灾难 酗酒的探险家也一样 为什么 小王子又问 因为喝醉酒的人 会把一样东西看成两个 这样就会让地理学家 把一座山记录成两座 小王子说 我认识一个人 他就是糟糕的探险家 有可能 一个探险家有好的人品 我们才会去调查他的新发现 有人会去看吗 不 那太麻烦了 我们要求探险家提出证据 例如 他发现了一座大山 那就要带一些大石头回来 地理学家突然兴奋起来 你 你是从远方来的 你是一个探险家 跟我描述一下你的星球吧 地理学家翻开他的记录本 开始削铅笔 他先用铅笔把探险家的描述记录下来 等探险家提供证据后 他再用钢笔记录 怎么样 地理学家问 我住的星球没什么意思 小王子说 那里很小 我有三座火山 两座活的 一座死的 不过也很难说 很难说 地理学家说 我还有一朵花 我们不记录花 地理学家说 为什么 花是最美的 因为花是烧种极式的 烧种极式是什么意思 地理学家说 地理书是所有书籍中最珍贵的 它们永远不会过时 一座山很少会改变位置 海洋也很少会干涸 我们只记录永恒的东西 可是 死火山会醒过来啊 小王子打断他 烧种极式是什么意思 不管火山是死的还是火的 对我们都一样 地理学家说 我们关心的是山 山不会改变 烧种极式是什么意思 小王子又问 他一旦问了问题 就会问到底 意思就是 很快就会消失 我的花很快就会消失吗 当然 我的花很快就会消失 小王子自言自语 他只有四根刺来保护自己 对抗这个世界 我却把它独自留在我的星球 小王子第一次感到后悔 但他马上又鼓起勇气 你建议我去拜访哪里呢 小王子问 地球 地理学家回答他 地球的名声不错 小王子走了 想着他的花 小王子 小王子